正面的訊息可以帶給社會大眾 也將飛鏢的樂趣介紹給香港市民 也可以提升到我們香港飛鏢界的水平 推動它成為香港主流的體育項目之一 現在看到他們現在在這裏睡 飛鏢不是只是一個很煙、很酒、很酒、很酒吧的一個活動 我很想介紹給飛鏢是一個很正規、很有益心的正統的運動 希望可以幫忙培訓多些年輕的朋友 我自己也有教一些老人家、老人院、老人中心 原來這個運動因為不是體力要求很多 所以可以幫助一些老人家 可以有多些眼手葉條的訓練、輕量的運動 他們有否享受競賽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總會每一年都會有最起碼兩場的大賽 都是公開賽 現在暫定會有一個七日歸杯會發生的 接下來三月就是我們就職的就職杯 然後第三個可能會在未來2021年的春節 就是一個河水杯 希望可以多一些公開的比賽 令到整個飛鏢界可以普及 令到可以傳聞、可以運動 昨天我們看到 藏影師師長那邊有這樣的一個資助 對我來說非常恐怖 但其實我們就算有沒有這個資助的話 我們也是會搞一些外國來的選手的 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都會在香港發生的 遲些我們會公佈 遲些我們會公佈 在香港發生的學生 然後我們會公佈 我們會公佈 練習